我接下來要請院長 請教幾個在施政報告裡面 大概有約略題但是我沒有清楚 看到整個具體內容規劃的問題 第一個是有關於核電 核廢的處置 第二個是租稅的改革 第三個是黑箱的服貿 第四個是憲政改革 那最後是三二四的處理 就有關於核能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先請 經濟部部長還有原能會的主委上來協助院長 委員好 部長你好 我是政務次長 省次長 今天經濟部部長沒有辦法來 現在在國外 他在出國 在飛機上 沒有關係啊 一個很清楚非常具體的問題 針對核四 請問目前行政院的態度是什麼 還要繼續封存下去嗎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以現階段來說 我們是把它做好封存的工作 注意這個後續的部分 我們在等政策 有明朗了以後我們來計劃 那既然講到政策的問題 請院長回答 政策是什麼 核四有重啟的準備嗎 目前沒有任何重啟的計劃 目前沒有重啟的計劃 院長你知不知道我們核四的封存 光封存這件事情 一年花多少錢 我知道 我不知道詳細的金額 但是 大概三十幾億的封存費用 三十幾億 對一年十幾億 一年十幾億嘛 那每年花這十幾億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確定要走向廢紙的道路 每年花這十幾億的意義在哪裡 當初馬政府說封存 是準備重啟嗎 那現在如果新的政府有決心沒有要重啟的話 一年花這十幾億要做什麼 不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嗎 黃委員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來檢討 好不好 我現在要提出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因為 部長上一次 他上任以後沒有多久召開一個記者會 他所散發出來的訊息是說 核四要往廢紙的方向 我指的是經濟部部長 他說要往廢紙的方向走 2025年非核家人的目標一定會達成 但是昨天 開了有關於核四 的檢討會議 這個核四的檢討會議 經濟部所派出去的代表 竟然告訴台電 好好的做好封存 以因應未來可能的重啟 請問經濟部 知不知道昨天派去的代表是誰 好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季間 就是過去能源級的 憑什麼講這樣的話 是不是代表新政府的立場 這個是代表他個人的意見 不代表經濟部的立場 他討去參加這麼重要的會議 可以講一個事務官 可以講個人的意見嗎 這部分我們昨天也跟他提醒了 他過去擔任的是什麼職務 他過去是能源級的副級長 然後是調委期間 他過去對核四所抱持的立場是什麼 他過去是核四辦公室的主任 所以封存的計畫 包括當初核四所引發的軒然大波 他都 算是裡面最主要的角色對不對 這個部分來說 像昨天的發言不當 我們也跟他提醒 要注意 這樣好不好 沒有我 這樣子 我想這個關鍵問題 還是在您剛剛提到的關鍵 就是我們是核四還需不要再封存 如果不需要封存的話 我們就我們會檢討 就是如果不需要封存的話 我們就會把這個計畫停止掉 那麼當然如果這在進行中的封存 當然目的是要維持他的這個 可運作性嘛 那這個點來看也沒有什麼錯 那我們主要政策只要決定了就好了 我們來檢討這個政策 院長我現在可以告訴你 就是說 我剛剛說過 行政部門現在接了很多爛攤子 接下來要面臨的改革考驗 非常的嚴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們需要的協助 我說過 我最起碼可以代表時代力量 跟院長保證 我們在國會裡面一定全力協助 但是 但是 你們做出來的承諾 該做的事情 就要一步一步去做 特別是要提醒一件事情 上面的政務官或許都換了 但是你所換的政務官 叫不叫得動下面的事務官 因為政府絕對不可能只靠政務官 去推動政務 這是一個很龐大的機器 那因此我希望 各個部會 在推動政策的時候 在推動政策的時候 對於接下來 領導的事務官 以及他們 在各個場合當中 到底是陽奉陰違 還是真的朝向改革的方向邁進 這件事情要特別的注意 謝謝黃委員指教 我想這個 冰髓降轉 我們還是要把我們的政策方向掌握住 同志要能夠貫徹這個政策 第二個部分是核廢的問題 我在 這個會期 第一次 總質詢的時候 我跟前院長 提出了三個原則 第一個我希望就有關於核市 朝向集中式儲存的方向 中期 來邁進 那對於長子的選擇 建立 透過獨立公正的組織體 透過一個公開民眾可以參與的程序 在客觀的標準下完成 這一項作業 因為這三個事情 這三個要件 是過去把政府所犯 最大的錯誤 院長能不能夠承認 能不能夠承諾 接下來對合廢的處理 也會往這個方向邁進 這一點 我跟黃委員報告 我不敢完全跟您承認 主要是因為 集中式處理 到底可不可行 我也聽到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是不是 這個兩路並行 就是集中處理我們也去思考 在傳統的那個做法 我們也來思考 那麼我們來看一看 哪一種可行 都是我覺得最重要的解決 兩岸並行 院長剛講的那個方向 同時來加以思考 我可以接受 但是兩岸同時思考也好 集中式儲存 最後長子的選擇也好 接下來政府在這件事情 的決策上 能不能夠做到 我剛剛講的三個原則 這個部分 我要尊重一下 原論會的主委的意見 好不好 委員好 基本上 剛才您所提的那一 針對的這個 合廢中期儲存 這個部分 委員所提供的相關的意見 基本上 我們都是朝這個方向去做 去做的 因為呢 原論會基本上就是做相關的 主委您好 我這個事情我已經 之前 您來拜會的時候 我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現在我只需要一個答案 就是 針對合廢的處置 這三個原則 可以說是世界上 先聽國家所共循的基本原則 我現在只要一個承諾 有這麼困難嗎 我沒有告訴你說要設在哪裡 我也沒有告訴你一定要怎麼做 但是這個是公共理性 公共討論 一種公共決策 一個標榜透明公開的政府 所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 難道不對嗎 黃委員我看到 您這三個原則 後面兩個都是一個 最基本的東西 我想這個沒有問題 第一個獨立公正組織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 因為它的 怎麼樣組成這個部分 怕有爭議 所以我現在不敢跟您承諾的原因在這 但是我們一定朝這個方向來賣 今天最起碼承諾後面再兩項 沒有關係 因為質詢的時間有限 我現在要move on 到下一個 議題 請兩位 副政事跟主委請回 接下來是有關於稅改的問題